好,文昌小财经 五日劳动节我们就回来了 首先就跟大家都是道歉 因为呢,其实就 今年都停过两阵文昌小财经 当然一部分就因为 之前俄乌战士 我的焦点就会是在战士那边比较多 结果呢,就有点苦恼 会释放些什么录音出来呢 觉得有点紧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 我自己很想集中讲的议题 那我想一下,不如就休息一下吧 那,二来呢 其实就 都是因为呢 其他的项目 搞到就有点心力交水 所以呢,我们就 有一段时间就 停一停 那,现在呢,五月 回来吧 我尽量都希望可以每个礼拜 继续跟大家重温 主要都是看一下我们 过去的一些分析啊,看法啊 跟大家分享吧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形式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尽量做的分析呢 都是会有一个中期的参考价值 那样,那样 那,另外就 而近期呢 就是,A股 或者港股的波动呢 实际上都是提供了一些素材的 可以呢,跟大家都可以 讲一讲吧 那,两段录音 第一段,就 新鲜滚烂了 就是4月29号啊 就提及这个政治局会议 那,内容呢 实际上都是围绕着 那个整个政治局会议 是对市场呢 有一些离好的讯号呢 释了出来的 那,4月29号呢 我都立刻 下午时间呢,都跟大家做了分析的 那,就第一节 大家呢,可以是听一听 那,这个是 就是,刻意是在 这个五一 假期之前呢 就要是释放这些的利好消息 那,就托回呢 整个周线呢 和那个呢 是释放的 那,跟着呢 就第二节啊 就是,讲一下大新鲜 但是,新鲜呢 新鲜呢 新鲜呢 公布业绩呢 那,其实我觉得业绩是不错的 那,4月1号呢 就都 做了相关的分析的 那,但是近期呢 就那个股价似乎都是 就疲弱啦 那,这个原因呢 都有几项的 那,一呢 就当然就是 那个港股和A股 那个市况是 压抑了啦 那个 走势啦 那,其次呢 就是 市场 特别是美国方面呢 担心滞涨的风险 那,其实金融股等等都被抛售 那,其实全球银行股呢 亦都因此呢 就有点压力的 那,这儿呢 就似乎 就都有一些传染啊 那,那,三呢 就是内银自己的问题了 就是招行出事 那,那,那 诸如此类的一些 就是内银方面 亦都会正式叉收责等等的 因素呢 都传道啦 因为呢 大新是 畢竟呢 都有这个重庆银行嘛 的股权嘛 那,这个呢 都有受到传染的 那,但是 整体上来说 我们都认为 那个业绩 其实是 挺实正的 就是在一众的香港银行里面 事实上 我觉得交出成绩 那,渣打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 本来 经营得 是还可以的 只要是 就是市场 的看法一变呢 其实那个 估值收服呢 都可以相当快的 那渣打 我们都 事实上都看好了 一段时间 但是从来 国家都不升的 哈哈 那就刚刚呢 这个业绩呢 似乎 给到市场信心 好了,那就听录音啦 4月29号的中午时间 1点45分左右 那,恒指呢 升幅 一度呢 曾经扩大到 就是 啊 800点 上的 恒指最高呢 上过21000 但是呢 现在呢 升幅已经修炼了 550点 2万0 820点 那 我们刚才提及 彭博的独家消息 就是说 啊 中美那个 审计方面的监管 初商呢 已经是去到呢 就 被美国的BCOB 的负责人员 来到中国 那 谈到那些隔离安排等等 那 这个呢 就会对 这些 中概股呢 就当然是利好 那 但是呢 其实同一时间呢 就 中央政治局 会议呢 都有消息 就释出的 也都刚刚 在中午时间 所以呢 下午一回来之后 那个市场 呢 情绪再 轻轻地 再夹高 那个市场 那 不过呢 其实中央政治局 的会议呢 内容 就 我自己觉得 没什么太大新意 但是看下去呢 如果你从字面上 看下去呢 市场会有些兴奋 乐观情绪的 那 加上呢 港股和中资 其实近来 完全没有好消息 基本上 那所以呢 就 这一段呢 就是被人沽空 那你夹一夹 那所以都会 就弹得很快 但是你要留意 弹完之后呢 其实就 如果没有办法 有什么好消息 继续跟进的话呢 那 弹完呢 就 有一些 空仓 補回仓 補完仓 補完仓 之后呢 那我声势就会修炼的了 那所以大家呢 这一个都要留意 好了 好 打开新华网啊 那就看看呢 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 那 即是今个礼拜呢 或者短期来说呢 中共最高层级别的会议呢 就是这个政治局会议的了 那也都呢 就有一些 有一些 券商啦 大行啦 都是 就是 就这个会议上 面有一些 利好市场的政策 出到来的 那但是呢 老实说呢 就暂时看下去呢 都是 口述 就是 为主 那 那 4月29号啊 北京新华社电就提及这个呢 中央政治局就在29号召开会议 分析呢 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也都审议呢 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 就由这个呢 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那会议认为呢 今年以来 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 商户叠加的复杂局面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主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有力地统筹亦防空 以及呢 经济社会发展 那是不是有力就 堅人堅知了 是不是 就是 不过坚强领导是事实 因为呢 都是继续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的嘛 那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 成功举办 北京东澳 东澳 东残澳会 成绩来之不易和 那会议指出呢 新冠疫情和乌克拉危机 导致风险挑战增多 那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穩真掌穩就业 穩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做好经济工作 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 要坚定信心 攻坚克兰 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到位 那经济民生至关重要 但是上海发生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好了 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發展要安全 防疫方面都放在前列 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那上海都敲了 是吧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达 坚持动态清零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最大限度如果就是这样封城下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最大限度减少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好了 接着有一些实际点的内容 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 调节力度 要扎实稳住经济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期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 实施好退税和减税降费等等的政策 用好各类的货币政策工具 这里有一个你可能会觉得 可能比较好的就是 要继续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和保持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 没有说要下调经济增长的目标 即是5.5% 这里可能会被解读为 北京仍然要坚持5.5% 虽然它也是很统统一句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但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为 北京方面仍然是5.5% 这样 好了 那里面又继续有提及 要找紧谋增量政策工具 加大相机调控力度 把握好目标道向之下 政策的提前量和勇于度 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 发挥有效的投资关键作用 强化土地用能还平等保障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建 之前习近平说过 这个已经成为核心 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牵引大动作用 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互实施一能指 纾困帮扶政策 要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 找好春奸避奸工作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稳定和扩大就业 组织好重要的民生商品供应 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 稳控安全生产形势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要坚持全国一盘地 确保交通物流畅通 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抗疫保供企业 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 这些都是口号 物流畅通是有强化的 但实际用什么方式强化物流畅通呢 如何组织很重要的民生商品供应呢 很多人还是甜饱肚 政治局方面都是说大原则 但实际如何执行呢 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出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 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積極引入长期投资者 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要出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完成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改 实施常态化监管 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那这里就有关于平台经济 但是呢 其实关于什么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这些呢 其实李一强都说过的国务院会议 其实这个不是新的 不过呢 不知道市场是不是 就是加上这个 彭博方面的消息呢 就觉得好像很利好平台经济 特别呢 他就说要完成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改 但是这个呢 留学三月的时候 其实都有类似的说法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满帮滴滴 那你说完成了这个专项整改 没有呢 是吧 这个网络游戏那个 审批是不是正常化 常态化呢 是吧 满月指出呢 要坚持办好自己的事 加快透建新发展架局 坚定不移深化 供给质结构性改革 用改革的办法 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强大而有人性的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即是极回应外资 企业来华营商便利等等的诉求 要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 那这里呢 就有提及外资的重要性了 不过呢 是在呢 即是一大堆 包括呢 首先是防空 然后是经济 之后呢 就先至呢 施施然到呢 差不多到最后呢 才有说这个外资 哈 会议强调呢 各级领导幹部 在工作中 要有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用感 要担当作为求真务实 防止国内黑天鹅灰西牛事件发生 那上海书记李强 有没有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呢 是吧 好了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团结 带领广大幹部群众齐心协力 頑强拼搏 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那接着呢 就讲呢 这个国家十四五期间 人才发展规模 那里我们就不特别讲的了 即是讲人才那里 我们就跳过 那是整整两段 就讲这个人才的发展规划 即是怎样样 人才培训那些东西 那最后呢 还有一段 就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事项了 那过去呢 都有包括整顿 或者打贪等等 那这里没有讲 好啦 整体来讲呢 这个政策会议呢 最强劲的要点呢 就是经济要稳 要稳住 不过呢 在疫情之前 在疫情之前 就是疫情要防住 然后先经济要稳住 再然后就是发展要安全 那不过呢 那里面有提及 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那这里呢 就是 不知道会不会变化呢 基于Omicron那个病毒的传播力度 那但是呢 暂时我们看不到呢 就政策方面 有就住 比如风控啊 比如这个 这个划分三个区域啊 那个风控啊 防范区啊 之如此类呢 有些什么大变的 那这里就 就是你是 当然我们看就是希望 喂你正常了 不要呢 就是 政治运动式 那样去动态清零 因为你里面都有强调呢 要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过这个字眼呢 已经出现了几个月的了 那而事实上呢 情况是没有 因为这个字眼出现 有什么变化的 但是呢 只是呢 一路都是说 要扩大内需 但是你在经济这样的 防控之下 内需如何确保呢 那麦楼方面 畅通 那这里呢 就应该就是 在楼学方面 争取回来的 那但是实际 如何改善呢 房地产方面 都是说 要从实际出发完善 那不是一个实际 关于房地产政策的 根本性放松 因为这个都是 过去都是有的字眼来的 积极推进 股票发行制改革 引入长线投资者 这些都说了很久的了 平台经济方面 我们都是要那句 麻烦你给一些实际的 关于比如网信办 那些伸到很长的手 看看可不可以受控 关键企业 在监管上面 我们如果见到 核心方面 有一个根本性扭转 那就有机会 就是说 北京的最高层 的确是真的实行了 就不是只有港字 那指标 滴滴 如果能够重新上架 能够继续上市 或者继续维持在美国 特别是美国方面上市 那这个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暂时大家看不到 那螞蟻 螞蟻整顿 可以过一段落 那这个也是一个指标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才再说 就是说 有个常态化的监管 那大致是这样 老实说 我自己看不到 这个是很 有什么变化 而且这次的政治局会议 一般过去的 就会在傍晚时间 晚一点 才公布会议的 详程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开了半日会 即卡那那林 就要发布出来 那可能是星期五 就是想 就是周末 市场可以平稳一点 就是在临收市之前 就推一推翻那个市 你其实看到的 北京是很想救市的 那但是如果 就是这些防疫监管 这些 你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就很难 有些什么大的改善 那但是 北京救市的意图是清楚的 但是大家都不要去 期望会有些什么 就是大幅减息 你看下去呢 都是不会的了 就是看不到 他们会用一个 就是有力的 财政政策 就是去 包括减息等等 因为它要稳 那你人民币方面 就是现在 其中一个 不能够稳的因素来的 所以大致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放松监管 这个已经可以令到 整个市场的股值 明显改善 对于中概股 都会有改善 但是动态清零部分 就短期要跟动的话 难度就相当之高了 就是你既然搞到 现在上海都这样 它都是不变的话 还有那些数据 陆陆续续交上去最高层的了 就是你看到那些数据 哇 那些封城封散之后 那个经济活动 是减少了 腰斩了多少 他们都看到了 但是现在都会继续坚持 这个防御路线的话 那真的有可能捱到二十大 就是还有半年时间捱 那你想想 这个市场的基调怎么会好呢 所以暂且 这个短期的刺激 我自己觉得大家就不要太过兴奋 大家不要太过兴奋 大家不要太过兴奋 感谢观看